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不曾被人气 谁不曾被人诋毁 谁不曾被人泼脏水 只是有人生气时火冒三丈 有人生气时不动声色 经历的事情多了 我反而相信起那句话来 一个人生气时的样子 往往藏着他最真实的人品和气度 生气见人品 生气见气度 那些在生气时依旧保持休养的人 人品肯定也不会太差 他们可以容忍别人的过错 也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从不诉诸暴力 更不纠结痛苦 而这是一个人最珍贵的品质 因为瑕疵必较 只会怨念加深 有仇必报 势必难逃苦海 就拿我姥姥来说 我姥姥年轻时 曾被一位同事百般刁难 后来两人交恶 几十年过去了 我姥姥仍然怀恨在心 家里人都觉得无奈 就像我姥爷说的 你觉得那人总是斤斤计较 你便死揪着这点不放 你觉得那个人喜欢落井下石 你也逮着机会就嘲讽 你觉得那人一直小肚鸡肠 你因此也见不得人好 可多年之后回望 才发现自己不知已在何时 活成了曾经最讨厌的人 这又是何苦呢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人活一世 最难得是通透二字 想通了大事化小 看开了小事化聊 无事才能一身轻 别不相信 很多时候放过别人 其实也就是放过自己 笑着低下头的 其实是聪明人 逞一时口舌之快 未必就是占了上风 争议时面上有光 未必就是赢了全部 那些笑着低下头的人 其实才算是聪明人 演员张国立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 那时他尚未走红 随康熙微服私访器的剧组 去一个小山村拍夜戏 剧组人多口杂 灯光又亮 话筒又吵 村民烦不胜 于是他们三五成群地联合起来 抵制剧组尽拍戏 态度强硬且抗拒沟通 剧组人员几次协商不成 便也蛮横起来 双方情绪激动 眼看着场面 马上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张国立突然站出来 走到那群村民面前 扑通一声跪下 态度诚恳地说道 各位乡民 真是对不住 打扰你们了 但我们的戏很快就会拍完 请大家多多包容理解 他这一跪 村民们面面相去 相继散去 可以说 没有张国立的举动 就没有康熙《微服私访记》的顺理拍摄与问世 因为张国立正是凭借在剧中扮演康熙皇帝一角 才一举夺得金英杰最佳男演员奖 从此红遍大江南北 想到那句话 成熟的麦子会低头 其实做人也是一样 低头不代表懦弱 认怂不代表认输 很多时候 越是能进能退 能趋能伸 越能遇山开山 遇水架桥 适度的低头 不仅能减少既有的损害 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相反 倘若我们一味盯着别人的过错 计较一时的得失 则会失去更多 明朝大臣方笑如的遭遇就是赤裸裸的例子 当时明成祖攻城进京后 文武百官一一臣服 为方笑如拒不投降 明成祖看重他的才能 不杀他 但令他起一份继位的诏书 然而方笑如把笔制到地上 誓死不从 明成祖气急 问他 难道你不怕我诛杀你九族吗 方笑如听了这话 文人风骨更加傲然 不怕死的硬道 你诛杀我十族 我都不怕 明成祖一怒之下 真的下令把方笑如连同他的十族一并诛杀 共计873人 文人风骨固然可以理解 但873条人命 难道不令人痛惜吗 于方笑如来说 她是守住了节气 她还侮辱了心地 但是她丢掉了自己的生命 还殃及了其他人的命运 当日但凡退一步 结局也许不会这般 忍一时 祸害也许不会发生 就像那句话所说 成大事者 往往能容人所不容 干大事者 常常忍人所不忍 先学会不生气 再学会气死人 有些人的存在 就是来给你添堵 但他们不应该走进你的内心 更没有资格走进你的内心 你得知道 很多人的过去都充满了不堪 李宗盛没成名前 只能在瓦斯行做事 当时人人都瞧不起她 觉得她长得又丑 又没念过什么书 想出人头地 简直是不自量力 月圆棚没成名前 一度在饭馆里跑腿 当时因为失误给一位客人多寄了两瓶啤酒 结果被整整辱骂了三个小时 周润发没成名前 沦落到洗车行打工 当时有位客人开着劳斯莱斯来洗车 第一次见到豪车的她 忍不住上前摸了一下 结果被客人大声训斥 摸什么摸 你一辈子都不可能买得起这种车 看吧 人总是经历许多次的丢脸 才能给自己长脸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先学会不生气 再学会气死人 在这个功利和现实的世界 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默默遵循的原则呀 多牛逼的人也不例外 李中盛做到了 岳云鹏做到了 周润发做到了 还有一个人也做到了 他是黄博 众所周知 黄博曾在各种电影里跑龙套 甚至被剧组一个副导演嘲讽 就你这个长相 怎么可以上镜 当演员 你也配 是 他被嘲讽过 羞辱过 轻视过 但那都是过去时了 这些年来他的成就有目共睹 从金马影帝到百亿票房男演员 随之而来的 是他刷屏朋友圈的那段话 以前在剧组里面 你能碰到各式各样的人 各种小心机 现在身边全是洋溢的笑脸 黄老师 你累不累 休息一会儿 黄老师 你吃什么 喝什么 我给你拿点什么 我想这段话翻译一下 大底就是 当你没本事的时候 全世界都看不起你 当你有本事的时候 全世界都敬你三分 很扎心 但也很真实 就像那句话说的 失败者总有许多借口 但成功者只用事实说话 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成熟 首先并不表现在 他获得多少成就少 而是表现在 他面对那些厌恶的人和事 能不扰于心 不困于情 永远记住 残酷的现实并不可怕 偏激的心态才可怕 若无其事才是最大的报复 生气最能看清一个人 俗话说 智者善屈尊 于人强伸头 真正的聪明人 在生气的时候 既有宽容他人的慈悲 又有事实低头的忍让 更有厚积勃发的底气 正如昔日寒山问时德 世间有人傍我 欺我 辱我 笑我 亲我 贱我 恶我 骗我 该如何处之乎 时德答曰 只需忍他 让他 由他 避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再待几年 你且看他 愿你我都明白 笑到最后的人 才是真的赢家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